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會和大家做一個素菜版的威靈頓牛柳 Beat Wellington 大家聽到是Beat Beat 即是紅菜頭 疫情期間大家都多了家裡煮食 但大家對於煮食的健康要求越來越高 我今天會用紅菜頭來代替平時我們經常吃到的Beat Wellington入面的牛肉 首先我們的紅菜頭要放到滾水中煮一煮 大概煮15至20分鐘 可以買一些煮熟的一包 拆開就立即用得了 煮到差不多 我們就預備一盒冷水 把紅菜頭撈上來 做一個去皮 然後可以拿一塊廚紙或布在面上擦 就可以將皮擦脫 好了 我們擦脫皮之後 可能紅菜頭還有點定頭 我們現在就切開 紅菜頭本身的味道是甜甜的 有些人會覺得它有一點草青味 我們就會用紅酒來煮一下 清理了紅菜頭 現在就加一些調味給它 首先我們就加紅酒 好 加完紅酒我們加一點點冰香 加一些Rose Mary 紅菜頭也是做一個素肉的其中一個材料 因為其實它除了味道之外 它有那些醬汁是紅色 做出來的素肉的感覺 就比較像一個真實的肉類這樣吃 加一點鹽 還有胡椒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煮滾紅酒 煮滾了之後就可以將紅菜頭放進去 好了 見到紅酒滾 我們就可以將紅菜頭放進去 煮一下它 讓它吸一吸的味道 十分鐘左右由它自己煮 我就切白其他材料 洋蔥我們就要切粒 盡量切細粒少少 切碎些 容易切一點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一開始 就切走底部的位置 因為切了它之後 它散開了你就很難切粒 首先就沿著這個洋蔥 垂直地落刀 就盡量有幼細一點 等會切出來的粒就會薄些 一樣都是盡量切到它小粒少少 首先切薄片 大家看到紅菜頭吸收的紅酒汁 這個先拿一邊 讓它放涼 然後炒洋蔥和蛋黃菇 在鍋裡放少許油 放少許也不要緊 因為洋蔥和菇都很舒服 我們就開中火 因為洋蔥一放下去 它很容易搶火 我們不是想要那個效果 想要慢慢煮至焦糖化 這樣就保持久不久就炒它 這個炒洋蔥的步驟 都要給少少耐性 因為太過猛火 洋蔥很容易黑焦 但它都未熟還未軟 就慢慢炒到它變成金黃色 都要3至5分鐘 應該最少 好了 現在看到洋蔥的表面 開始有些金黃色 而且都看到它開始透明透身 就可以把菇放進去 如果不夠油的話 可以加多少少油 再加些調味料 可以加些鹽 加些胡椒 加些胡椒 多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紅菜頭自己 味道都不是很濃 那就靠這個醬料去給它味道 加些香草 可以撕些香草 加些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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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菇的份量 是滿了的 但煮熟了 它會熟水熟得好 現在只剩下半個鍋都沒有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盡量炒至洋蔥和菇混合 一起 炒至它比較乾 因為那些菇裡面 都會有些水分 還有洋蔥也有水分 如果太濕 包在紅菜頭上 它有水分 一來包不緊 二來焗的時候 就會有水分 炒至的期間 其實你可以按一下 壓一下 看看會不會還有水擠出來 你看到鑊上 都比較乾身 其實就差不多了 這個濕度乾度 好 現在就關火 好 讓它放冷 到這個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包這個威靈頓 首先就把剛才煮好的蘑菇醬 記得要先放冷 或者放在冰箱裡 雪凍它都可以 因為太熱 你待會包在酥皮上 很熱 做到酥皮軟軟軟 威靈頓 威靈頓 薄薄的鋪滿保鮮紙 這個蘑菇醬 越多越少 因為你要確保 它包得緊 紅菜頭 多了 最多你包出來的 威靈頓 就大塊一點 如果少了 包不陷 焗的時候就會流汁 然後就把剛才煮了 紅酒的紅菜頭 放上去 然後就把保鮮紙包上去 然後就把保鮮紙包上去 然後就把紅菜頭包緊 如果你怕它會散 你都可以整塊包著 放進冰箱裡 放進冰箱裡 冷凍一點 我這裡就預備了少少椰菜 我就把椰菜 又是繼續包在鏈頭 把椰菜頭包含 都可以用保鮮紙壓緊 放進冰箱裡 現在看上去就像整個生菜包一樣 這樣 也是確保待會兒焗的時候 那些醬 或者紅菜頭的醬 那些醬 沒有那麼容易 在酥皮裡流出來 今天做這個尺寸 其實通常都是 比較小的 紅菜頭 而且你看到 都是一至二人份量 所以我就不做一條狀 我反而做一個圓形的 一個球 一個包的形 因為牛柳本身是一條 所以跟著牛柳的形狀 就會一條這樣做 因為條狀焗的時候 受熱的情況不同 就會頭尾和中間的受火 會有些不同 變成生熟程度 就比較難控制 但反而一個球狀 所以你的熱力平均受熱 就會容易控制 而且整個球焗出來 顏色都會均勻些 椰菜有少許 把裡面的菇的汁 它會有少許 軟身 就可以放在酥皮上 酥皮上 酥皮我也是買一個 超級市場現成的 有很多不同的酥皮 如果你是vegan 你可以買vegan的酥皮 也可以 放在保鮮紙上 然後把整個包包放在上面 然後就像剛才這樣 揉上它就可以 它會有很多 全部都要剃開 可以用刀子切開 你能把刀子切開 當然要把刀子切開 再一步 多了厚了這個部分 我们可以用刀子切開 多了這些皮可以做什麼呢?不要浪費呢? 可以在扁頭做一些裝飾 裝飾完後我們就在扁頭掃一層蛋漿 好 掃好蛋漿 如果還有其他配菜 例如薯仔和紅蘿蔔 可以放在盤旁邊 放在焗爐一起焗 可以看你買的酥皮 通常都是220至250度 大概要焗15至20分鐘 酥皮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紅菜頭和菇 都已經煮熟了 所以就沒有焗牛柳那麼麻煩 我們只需要焗到酥皮 可以用金黃色鬆脆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經常會問這個問題 到底這個大蘑菇的錠 以及裡面的黑色的地方 可以吃不吃得 吃就一定可以吃得 但是看看通常你用來做什麼 我今天煮了整個醬 其實就可以全部用光了 譬如用來煮意粉 煮成的 冰就會比較硬 因為不好吃 通常會撕掉它 或者有時候人們會用來釀製 進去吃 就會將甚至乎黑色的東西 都撕走 因為這些地方有時候會出很多水 還有刮走它之後 你的菇就會深一點 可以釀製多些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